在昨晚春晚节目组进行了本年度的第四次彩排,在此次彩排中更是惊喜连连,而在本周四晚,筹备了许久的狗年春晚,也即将与大家正式见面。 而今年的春晚与往年还是有所不同的,不光有许多新面孔登上舞台,节目更是进行了新一轮的革新,语言,歌舞,摩扎等各类节目是春晚的重中之重,而原创作品更是高潮迭出。 在此次彩排中,备受关注的周杰伦也登上舞台,此次他不光为大家带来了一曲告白气球,还有一曲烟花一冷,而此次周杰伦在上春晚,将用一段结合光影设计的近景魔术,增加整个表演的可看度。 魔幻舞台更是引人期待,更让大家期待的或许是周杰伦,是否有参加此次的魔术表演,在早前传出周杰伦将第五次登上春晚舞台时,许多小伙伴表示激动不已,不过也有许多人表示并不相信,而春晚拍排的开始,也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,而周杰伦妻子昆灵更是对此证实了,他很兴奋。